我們今天要上第一個 我們所接觸到的非線性模型 我們今天要教的非線性模型 它基本上是基於 之前我們所了解的統計方法的集成 這個彈性網路而上來的一個模型 這個模型我們把它叫做多層感知機 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現在大家常聽到的深度學習 或是人工智慧這些模型 主要都是基於多層感知機之後往下擴展 所以說今天這堂課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想要了解現代人工智慧的話 你這堂課是一定要完全聽得懂 之後到下個學期的時候 我們開深度學習的課程 基本上也是基於這課之後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 重點就是我們把模型從線性模型 把它改成了非線性模型 那非線性模型到底有什麼好處呢 有什麼優點 我們現在用這個程式碼 來給大家做一個demo 好這個程式碼的上半部分 是一個叫logisticplot的一個function 那這個function就是輸入X1跟X2跟formula 那我就可以對它做一個 使用邏輯思惠規做一個 模型的就是一個分類 那這個 這個函數裡面想的什麼樣子 這不是重點 這不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好我想告訴你的是說 當我們今天隨機產生一組數字 X1X2 然後X1跟X2跟Y的關係 是線性的關係 這個我們可以看得出來是一個線性的關係 對不對 X1乘以0.5加X2乘以2 加1 變成LOR1 LOR1只要大於0 它就是一個positive 那剩下就是negative 所以這顯然是一個線性的關係 對吧 好那我們使用這個函數去做分類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 紅球跟籃球 很容易的被一條線 也就是被我們的邏輯思惠規 給區分開來了 這部分我想大家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吧 也就是說邏輯思惠規 或者是彈性網路 彈性網路跟邏輯思惠規 它原理是完全一樣的嘛 只是加上一個正則化系數 那那個其實沒有那麼重要對不對 我想你們都看得出來 那 這裡就是 這一條線 這就是 邏輯思惠規找到的那個分類線 他只能找到分類線 而且是直線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那所以說 如果 紅點跟藍點是可以被一條直線分割的 舉例來說你現在看到這個樣子 那 他當然是可以做得很好 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看有沒有什麼不行的狀況 其實要不行也是非常簡單 我們把 這樣的一個關係式把它破壞掉 改成 1加上0.5x1加上0.7x2加上3x1x2 所以現在已經不是線性關係囉 因為我加了這一項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會發生什麼改變 好你看到了嗎 他 紅點在兩邊 藍點在中間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現在邏輯思惠規有辦法做一條很好的分割線嗎 沒有辦法 對不對 你看得出來他的分割線在哪裡嗎 他的分割線多多少少也在這裡吧 對不對 因為他覺得再往下藍色的比較多 再往上紅色的比較多 對吧 可是問題是 這些點是不是就被他捨去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 為什麼他 為什麼他沒有辦法割兩條線 這就是線性模式最大的問題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用的是線性的分析 比如說你的Formula Formula的意思就是在我的 我們在做 不管我們在做 那個 Logicic Regression Linear Regression等等 他的這個等號的右手邊 他都是 Beta0加Beta1X1加Beta2X2 對不對 當你把他的右手邊寫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不管你左手邊怎麼改 他就是一個線性的模式 他就是沒有辦法做一個很好的分類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 要怎麼去用邏輯 要怎麼樣去對這樣的一個資料做很好的分類 我們需要在Formula的部分 再加上個 X1X2 如果你加上這一項的話 他的分類就可以分得很好了 為什麼 因為這樣的一個式子 它是不是一個雙曲線 這是一個雙曲線的標準的一個 這個方程式 我們可以割出一個雙曲線的這個範圍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那所以說 如果我想要用邏輯思回歸 用統計方式 要去做非線性分割 你現在知道要怎麼做了吧 就是我要去改 我的這個等號的右手邊 那個部分 這樣可以吧 Y等於Beta0加Beta1X1加Beta2X2 我要去修正Beta1加Beta1X1加Beta2X2的那個部分 我給他加上像是Beta3X1乘X2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那這樣子問題解決了嗎 你應該感受到 解決不了的問題在哪裡 對不對 舉例來說 我又把式子改了一下 我現在要把式子改囉 它改成這個樣子 本來是 原始的式子是 變成有X1平方向 又有X2平方向 又有X1跟X2向 我用同樣的分割式 再去分割之後 我發現我分割的不是很好對吧 為什麼 為什麼分割的不是很好 這個 我們來問一下有沒有人要回答 好不好 到這裡為止 有沒有人有辦法講得非常好 沒有人要回答 好 沒有人要回答沒有關係 那我們這個 我們就點名好了 李俊和你講好了 李俊和 為什麼分割的不是很好 因為多了平方向 因為多了平方向 那要怎麼樣才可以分割的很好 在FOMILA加平方向 在FOMILA加平方向 想的是 蠻 蠻這個 就是 我想大家應該都是這麼想啦 好 沒關係我們就 我們就往下加 再加平方向 好 再加平方向 確實是可以做得很好 好 確實做得很好 可是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總結到此 你遇到了什麼問題 就是 我們如果今天想要用 線性模型 無論是線性回歸 或是 邏輯式回歸 我們如果想要對他 就是我們如果想要讓他做很精準的分類 我們需要去修正右邊的部分 對吧 那我怎麼知道要加平方向還是不加平方向 或是我在問你們一下 我怎麼知道 要不要加三次方向 這是不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你們有聽懂這個困難難度在哪裡嗎 因為線性模型 它很簡單 線性模型就是非常的乾淨嘛 對不對 它的變化很有限 可是非線性模型的變化非常非常複雜 對不對 我怎麼知道X跟Y是什麼關係啊 剛剛資料是我產生的 我當然會知道 它是一個二次式的關係 它是一個雙曲線的關係 等等 對不對 可是現在我顯然是不可能 對於任何Data 我都知道 它們的關係是什麼嗎 對不對 不然我問一下大家 我們最近 我們做的都是 我們都 請問一下 性別年齡 跟這個 有沒有得病的關係 有沒有得那個什麼 左心式功能障礙的關係 你講得出來是什麼關係是嗎 你一定講不出來對不對 它們顯然不是線性 但是 至於是怎麼樣個 這個 非線性法 我也搞不清楚 這樣可以了解吧 所以這件事真的是很難喔 好 那 我要怎麼樣去做咧 我們現在來想一下 我們要怎麼去做 我們做 這件事情 最簡單的方法 應該是我們 要提出一個 右手 我們要提出一個方程式 這個方程式 呃 它有能力 去擬合任意 非線性的分割邊界 好 我再講一次 我剛剛講話喔 我現在希望 改寫我右手邊的方程式 我現在 它是一個線性式 對不對 我希望 我的右手邊 可以寫得足夠複雜 複雜到什麼程度咧 複雜到今天 即使 右手邊 X跟Y的關係 它是sin函數 它是log 指數對數關係 它是指數關係 它是什麼 什麼 開根號乘以10 這種奇奇怪怪的關係 它都有辦法涵蓋在內 你們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你們在高中的時候 是不是有 教過什麼 泰勒集數啊 什麼之類的 有嗎 一年級的給我一些回應 有教嗎 還是被刪掉了 聽都沒聽過 聽都沒聽過 就是沒有啊 那就是被刪掉了 沒有關係 被刪掉了沒有關係 我現在 在告訴你們一次精準的式子 就是 今天右手邊的方程式 就是 如果我希望它 畫這樣的線 它就可以畫出這樣的線 畫怎麼樣的線 它都有相對應的式子 可以去符合 這樣 我是不是就可以 解決我今天所面對到的這個問題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右手邊的式子要足夠複雜 好 那我右手邊的式子足夠複雜 還記不記得 我在這節課的 大概就是在線性回歸那個時候 我沒有說過 這個式子叫什麼 叫 function set 對吧 這個 參數還沒確定 因為 這個 beta0, beta1, beta2是什麼 我還不知道嘛 對不對 所以 function function 是指說 這些東西是已經確定的喔 好 所以我需要一個 function set 它能夠包含這世界上任意的 function 這個 function set 裡面的 function 一定有一條 是你隨便怎麼畫 它都可以找到那條線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找這條線在哪裡 好 這條線 你現在 第一個想法 就是 最簡單的想法就是 這個紅點跟藍點要分開 我當然現在我看得出來 它是一個圓可以把它分開對不對 可是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我們是不是把這樣的一個東西 丟給一個三歲的小朋友 讓他去把分割邊界畫出來 他是不是一定畫得出來 三歲就夠了喔 這樣可以吧 你們也絕對畫得出來對不對 所以說 為什麼小朋友 就是可以找到那條分割線 因為他的大腦足夠複雜 我們得到的想法是這樣 他的大腦足夠複雜 所以如果我們去參考 我們的大腦 來大家想 或者我們去參考我們的大腦 來設計出我們的FunctionSet 你就設計出我們這個式子 那也許我們就可以找到一條 可以擬合任意 任意就是擬合任意這個函數的FunctionSet 這樣有懂我的意思嗎 他的邏輯這樣來的喔 你們要跟著這個邏輯 等一下我們在做事情的時候 你們才可以了解 我到底在做什麼喔 我再總結一下 到目前為止 這一課以前我們學到的東西 我們學到的東西是 我們現在已經掌握了線性模型 線性模型的缺點 是如果今天X跟Y它不是線性關係 那就太複雜了 複雜到非線性關係實在太多種了 我根本沒有辦法很好的去寫出 我根本沒有辦法很好的去描述 X跟Y到底是什麼關係 然後經常我又不知道X跟Y是什麼關係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 我現在希望可以找到一個方程式 一個FunctionSet 讓它有能力包含這世界上所有的Function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我的目標就是在做這件事情喔 好那我要 我發現了 我現在參考的標的 是大腦 我必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如果從純數學上來看的話 這樣的方程式 它有無限多種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有能力擬合任意Function的FunctionSet 數學上有無限多種 可是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一定要做一個限制 就是因為 有能力擬合任意Function的FunctionSet 它一定有個特性 就是無限多項 所以我現在必須做一個限制 就是 我希望我給的越多 越多項 那它就越 它就會擬合的越好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是第一個限制 我希望 我希望它的 關鍵是它的前幾項 這樣可以了解嗎 第二個限制是什麼 我再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今天以前交到的所有 去求解的方法 我不是把FunctionSet提出來就沒事了 我要去求解Function 對不對 那求解Function 我們用的是什麼方法 是提度下降法 對不對 提度下降法 你要用它去解的話 這個FunctionSet要有什麼特性 要有可微分的特性 可以接受嗎 不然它怎麼解提度 好 所以說 我們必須設計出來的東西 它必須滿足這些特性 所以 也不是這麼好找 那 我只能跟你講說 這個世界上 在1980年內附近的時候 有非常多人提出不同的方法 我可以跟大家講 我們在這一節課教完之後 在 下一節課 下下節課 下下下節課 我們都會教大家 各種不同 其他的FunctionSet 而且甚至在1990年代 2000年代 我們下一節課 跟下一節課 要教的方法 比我們現在 教的方法 還要更好用 我們這個方法 它是1986年的時候 提出來的 但是它在1990年代 跟2010年以前 這個方法 並不是最好的一個方法 但是在 但是在這個2012年以後 這個方法 現在被開發的更成熟 所以深度學習 是基於這個方法 繼續的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那 其他 之前那些方法 它可能 也許數學上很優美 但它有一些缺點 譬如說擴展不容易 等等 好 那我們現在 大家知道這個東西之後 我們就來看一下 當初在設計這個方法的人 他怎麼想 他想要模擬大腦 大腦的這個 結構長這個樣子 就是神經元 是由神經元組成的 神經元 透過這個速圖 去收集 其他神經元 給他的訊號 收集的是什麼 收集的是 電位 的資訊 透過他們的這個 納甲離子的這個 平衡 去把這個 電位的這個 電位差 把它 這個就是等於說 把它記錄下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然後如果 他累積到足夠多的這個 強度的話 電的強度的話 他就會往下傳 他就會從這個 就是 就是從這邊傳出去 從圖庫傳出去 這樣可以了解 他的基本原理是什麼 他就是這麼簡單 先收集資訊 那收集到足夠多的資訊之後 他就把它傳出去 那如果收集到不足夠的資訊 他就不會傳 對不對 電位差不夠他就不傳 這個想 這個非常非常簡單吧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把這個想法 這麼簡單的想法 我們把它寫成數學式 來看他會長什麼樣子 所以是長這個樣子 好仔細看喔 這邊 input 有 11 x1 x2 xn 這個代表很多項 這個11乘上w0 加上x1乘以w2 1加上x2乘以w2 依此類推下去 之後再把它sigma起來 如果他有超過某個數字 我就輸出 否則我就不輸出 這個輸出或不輸出 這裡使用的是stave function stave function就是 如果大於0 就輸出 小於0就不輸出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我能不能來看一下 他的方程式寫出來 是不是長的這個樣子 我講的沒有錯吧 欸這是不是非常像 神經元的工作原理 可以接受嗎 來再看一次 這個 每 收集訊號雷加起來 然後 有超過就輸出 沒有超過就不輸出 是不是就寫成下面這個式子 你看了這個式子 你發現 他跟邏輯思惟規有不同嗎 你們可以指出他不同在哪裡嗎 他跟邏輯思惟規不一樣 他output不一樣 邏輯思惟規的output是 經過一個 sigmoid function 這個什麼 我上次在黑板上推導的 有點複雜的那個 function 對不對 他這也是stave function 這比較簡單 好可是 stave function有一個問題 你知道嗎 按照我們剛剛的架構 我們現在想要做的 function set 他是不能夠允許stave function 因為stave function 它不可以微分 stave function為什麼不可以微分 你們可以想要出來嗎 因為微分是什麼 切線斜律 函數的切線斜律 對不對 stave function 他是大於0的時候就輸出 小於0 輸出1 小於0的時候就輸出0 那這個完全沒有斜律 所以他 stave function 這個原理是用stave function沒錯 就是神經元的原理是用stave function沒錯 可是我們要對他進行一些改造 我們必須把stave function改成一個可為的 函數 那搞了半天 那這整套就是邏輯思回歸 所以 我到此為止 我都在講基礎概念而已 就是 我們 現在是不是大家可以同意一件事情 就是 一個神經元 就是一個邏輯思回歸 這樣可以接受嗎 注意是邏輯思回歸 不是線性回歸喔 因為這個 轉換方式是很重要的 不是線性回歸 是邏輯思回歸 這樣可以接受吧 是因為logistic的這個轉換 function 就是這個 sigmoid function 它長得很像stave function 所以我才選邏輯思回歸的喔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你了解這件事之後 我們來看 那我們把 我們 把多個邏輯思回歸組合在一起好不好 因為 一個神經元 那他就是一個邏輯思回歸 那就算我用不同的idea 去推導出同樣的方程式 那他的限制是完全一樣的嘛 他一樣不可能做非線性分類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大腦不是只有一個神經元啊 大腦是不是有很多個神經元 大腦可以 那我們今天 要組成一個 神經網路 就是把很多神經元組合成一個神經網路 這個minima的要求就是三個 我們就用三個神經元來組成一個神經網路好了 來看看把很多個邏輯思回歸組合在一起 會發生什麼神奇的事情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方式 這個圖形 兩個input 就x1和x2 兩個input 對不對 對於這個x1來講 他的 他的 他的方程式是怎麼寫的 w10 加上 w11 x1 加上w12 x2 然後經過sigmoid function 輸出變成h1 這樣都會有意思 那h2呢 w20 加上w21 x1 加上w22 x2 然後變成 再過sigmoid function 變h2 這兩個式子 這h1和h2 再變成下一個神經元的input 好 w30 加上w31 x1 加上w32 x2 然後再過sigmoid function 然後我把o 做為最終的分類機率 好 這樣的一個式子 這樣的一個圖 你們現在應該看得懂了吧 這就是一個最基本版的神經網路 我們把它往下看 來 我們把它用數學語言描述它的話 線性預測函數 L 這樣我是不是把 這個L function 就是線性 累加 function 這就是一個線性回歸的function 對吧 L function是一個線性回歸的function 輸入x1和x2 然後加 它就給它三個係數 然後去乘出一個overall結果 sigmoid function 長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的多層感知機 這個簡單版的神經網路 多層感知機的 函數 的function set 就長成 x1和x2 輸入L1 經過sigmoid function 變成H1 這樣可以接受嗎 接著 x1和x2經過L2 L1跟L2的input是一樣的 但是它的係數是不一樣的 這樣可以接受 係數是不能一樣的 一樣的話 它們兩個都是同一個神經原的 好 變成 再經過sigmoid function 變成H2 然後接著 H1和H2 當作input 丟進L3 function 然後在sigmoid出來之後 變output 所以我們的多層感知機 就變成了一個 三個邏輯思惟歸的組合 到這邊為止 大家應該都還是覺得 很容易跟得上 對不對 可以接受 好 那現在問題出來了 那 我把方程式 FunctionSet提出了 下一步我要做什麼 我一定要解它嘛 對不對 我要解它是什麼 解它的T度 跟損失函數 整合在一起 然後去求它的這個 這個 這個 gradient的 就是T度的這個 Function 對不對 這樣我才有辦法用T度下降法去求它 好 來 那現在精彩的要來了 好 來 這個 上面是預測式 上面是Prediction Function 對不對 FunctionSet 下面是Loss Function Loss Function 我們今天的Output 是Logistic Regression Output 它是一個0到1之間的機率對不對 因為它有經過一個Sigmoid Function 所以 它顯然要對應到的 這個 損失函數是Cross Entropy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個我們在第七課的時候講了對不對 因為我們需要一個東西去跟它約分 好 所以Loss Function 整包 Function 長成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接受了 好 整包Function長成這個樣子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這個式子當然是不容易看 因為這個 我們現在總共代解參數有幾個 有9個對不對 因為每一個L Function 各有3個W 要我求 所以我總共有9個代解參數 這樣可以接受嗎 L3 L3 這邊有1個2個3個4個5個6個7個8個9個 總共有9個代解參數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的 我現在要求的 T度 就是我要對Loss 去求 W30的 導函數 W31的偏導函數 W32的偏導函數 我總共要求9個偏導函數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知道我等一下要登目標了嗎 我要求 我要對Loss 求9個 代解參數的偏導函數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需要用到哪些工具 我們需要用到連鎖率 羅吉斯轉換的S函數為分 S型函數為分在這裡 這個我們已經解過了對不對 對S型函數做為分 等於S型函數自己乘上1點自己 這個可以接受吧 對 Cross Entropy求為分 等於這個樣子 這個我們也解過了 這個都在第七課的時候 我都已經講過了 這樣可以接受 如果你在這裡覺得我跳太快了 請你回去看一下第七課的地方 剩下就是我們一直會用到連鎖率了 好我們現在來求解啦 好首先 先我們總共就是要求這9個 代解參數的偏導函數對不對 好我們先來求W3好了 W30 好對 W30求偏導函數 首先一定是把Sigma丟到 那個把導函數丟到Sigma裡面 這應該很容易可以理解吧 因為這個Sigma就是累加嘛 對不對 很多項加起來 所以各自求導之後再加起來 這個絕對是可以分離的嘛 對不對 微分具有可相加性 這個大家都知道 好接下來 我對這個東西求 導函數的話 連鎖率要怎麼運用 那我就先對裡面的一項求導函數 在乘上對O求W3的偏導函數 這個可以接受吧 從這裡到這裡 就是一個簡單的連鎖率的應用而已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喔 好我看到李群的點頭啦 大家都可以接受啦 好 連鎖率 好那這個東西 它的求解是什麼 O-Y除以O乘以1-O 這個沒有問題吧 這個是Cross Entropy函數的微分嘛 對不對 好接著 對這一大串球的時候 我 我又要拆它啦 因為這裡 這個東西 W3在L裡面呢 所以我又要拆它了 我再對 這整包 球為分 然後再乘以 W3對這整包球為分 又再用了一次連鎖率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這裡用了一次連鎖率 這裡再用了一次連鎖率 那這裡再用一次連鎖率之後 在至少在這個部分 它是不是簡單的 它是S型函數的微分嘛 對不對 所以是什麼 S型函數 乘上S型函數 output 乘上E-S型函數 output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不就是O嗎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個東西就是O喔 好然後右邊 L3函數當然就可以輕鬆的展開啦 就是長成這個樣子 它可以輕鬆的展開 輕鬆的展開之後 這個四值對W3球為分 是不是就是1 把它的係數留下 剩下都是常數項嘛 所以就1留下 所以這項等於可以直接捨去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對W3球的偏倒函數 它就長成了這個樣子 約分約掉 它就長這個樣子 這個夠乾淨吧 推倒的過程很複雜 那如果你覺得 我們現在上課講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完全跟上 那你可以回去再稍微看一下 不過這不是重點 因為我們就是 我們到時候你只要知道 我的推倒過程是 非常嚴格的 沒有任何 就是沒有任何瑕疵的 這樣就可以了 好不好 如果你們同意這點 我們就繼續往下 好那W3E的偏倒函數咧 在前面所有的過程都一樣 對不對 但到這裡我要把H1這個係數留下來 所以乘到這裡之後 會多一個H1項 這樣可以接受吧 W3E的偏倒函數 如果你可以接受 求成出來的結果 就長這樣 W3E長成這個樣子 大概也不會有問題 那W3E長成這個樣子 大概也不會有問題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所以 我現在是不是已經求出了 三個代解參數的偏倒函數 現在我就是要往下求啦 我要求W20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在求偏倒函數的時候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在求偏倒函數的時候 我先求這三個對不對 為什麼我先求這三個 因為我在求解的時候 我是不是用連鎖率 一層一層的往下8 那既然是用連鎖率 一層一層往下8 今天一個function 是這樣子寫出來的 我來求倒函數的時候 一定是從後面往前 對吧 一定是反向的球 所以我們把這樣的一個 求解方法叫反向傳播法 反向傳播演算法 我剛剛忘記講 為什麼它叫反向傳播演算法 接著我們繼續扒 扒到這裡為止以後 現在是對這一大包 求W20的偏倒函數 他到這裡為止 這樣可以吧 我直接從這裡繼承下去 他現在變成是要求W20的偏倒函數 這裡沒有W20呢 W20藏在哪裡 W20藏在H2裡面可以接受吧 他藏在H2裡面 因為H2是W20跟W21還有W22 產生出來的結果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W20藏在這裡面 那所以這兩項是不是又變成了 常數項 捨去W32的係數留下來在這裡 然後呢 我要對H2求W20的偏倒函數 這樣可以接受吧 再用一次連鎖率 H2它本身是SIGMOID的FUNCTION 對吧 它是一個SIGMOID的FUNCTION出來的結果 所以我再次使用連鎖率 對它求S型函數的導函數和 這一整包W20的偏倒函數 這一整包你是不是又會求了 那就是H2乘上1-H2 對不對 S型函數的微分 這個我們已經非常熟練了 這樣可以接受 好 那後面這一包呢 那又簡單了 因為W20就在這裡了 所以1留下 最後W20的偏倒函數它長成這個樣子 大家有沒有問題 應該是沒有問題吧 好 那 W21咧 那就這個很簡單 X1留下來 W22咧 X2留下來 所以現在我又解出了三個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那 W110咧 W110就是在這一步的時候 我不要用X2 我改成用H1 所以我的係數是不是變W31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下去之後的每一項都一樣 所以 W10 這裡改W31 後面變成H1乘上1-H1 這個一定有一個規律可循啦 你們應該看得出來了 好不好 所以9項 參數的 偏倒函數 我是不是都求出來了 好 9項參數的 偏倒函數我都求出來了 練習衣就來了 來練習衣在這裡 請你 T2下降法 我已經教過很多遍了對不對 我們再請你做一次T2下降法 這一次 一樣 X1 X2 X1 X2 LOR Y這些我都給你了 加上我給了你全部的 Differential Function 我剛剛求的9項Differential Function 我全部都幫你寫下來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請你利用 T2下降法 利用我給你的9項 反向傳播法 求出來的導函數 請你 求出 就是這9個參數的解 用T2下降法 最開始的時候就隨機起死值嘛 對不對 然後就讓他不斷的去做T2下降法 求到最後的結果 我們來做分類看看 看看答案怎麼樣好不好 好我們今天給大家練習一下 這個我想就是這一題啊 就是 重點就是 你如果要學會 要解出來的話 重點是你知道這個T2下降法的過程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完整版的答案長什麼樣子好了 首先我前面要先貼這一大串 好然後後面再貼這裡 好我們來看一下重點是什麼 首先我要先產生一個 叫W Matrix 這個W Matrix 我們來看一下 他長什麼樣子 他就是在最開始的時候 W10 11 12 這些他各是多少 然後接下來他之後又是多少 我們接著把第一個 Raw把它填入隨機數 所以在最開始 我們現在看到他第一個Raw 是不是已經被我填入一些隨機數了 好接著 我從第二代開始做 我每一次做的時候我一定是先算出H1 再算出H2 然後把H1跟H2 放到這裡去做Input H1然後產生O 產生O了之後 我必須要有O 必須要有H 然後去得到各個 function 的結果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們來看看這個Differential Function W10他就有給你提示了 需要輸入哪些參數 需要輸入O 需要輸入H1 需要輸入W31 需要輸入Y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說 這樣子 T度下降法的標準做法就是 我的下一代 等於上一代減掉 LR乘上 上一代的Differential 這個當前的T度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這樣子 我們按Source之後 他就解完了 解完了之後 我們按Tale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後面的結果 他最後是不是幾乎不太動了 因為他已經求解解出來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他已經解出來了 最後答案就是這個了 好 那答案就是這個以後 我們來做一個實驗好了 我們把它圖像化我們要的結果 如果圖像化我們要的結果的話 你會發現這一條線 就是我們剛剛的那個 三個Logistic Regulation 合起來的分割邊界 你發現了什麼 他似乎是可以畫曲線喔 雖然說他只能夠擁有一個轉折 他只能夠擁有一個轉折 但他確實是個曲線對吧 可以接受我的意思嗎 所以原來 邏輯式會龜 把它組合在一起 他真的是會變非線性模型 這個是非常神奇 可以了解吧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夠多個邏輯式會龜組合在一起 我是不是就有機會 組合出夠複雜的女和邊界 這樣可以接受吧 畢竟 我直接跟你們講 兩個 每增加一個邏輯式會龜 就可以多增加一個轉折 這樣可以吧 就是你在最前面的時候 在這裡 在這裡 每多加一個神經元 那就是多一個邏輯式會龜 他就允許他多一個轉折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其實如果我可以給出 10個神經元 那這個他想要畫出一個很像圓的東西 就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那如果妳了解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剛剛那個式子 我們是不是 有點 就是用的有點痛苦 因為我們求解的過程非常痛苦 對不對 我們求解的過程痛苦在哪裡 我們總共有9個代解參數 我們有9個代解參數 那我以後每增加一個 如果我今天神經元變4個 就是3個在這裡 一個在這裡 這樣子的話 我的代解參數會變幾個 這邊是不是 3乘以3 9個嗎 加上 加上這個加上4個 對不對 總共13個代解參數 這樣可以接受吧 如果這邊有10個 10乘以3 加上 11 這樣可以接受 這非常困難對不對 因為 這個 就是代理他 到時候我如果要求解的時候 我這樣子 如果以後這個神經元一多 那我豈不是要求幾十個偏導函數 這樣子 誰說我了 不過好在 一件事情呢 他顯然是有規律的對吧 好 有規律 有規律要什麼程度呢 我們可以把它舉正化 好就是在 線性回歸那個部分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教過你 矩陣化的 這個 就是線性回歸 那我們是不是覺得他很方便 矩陣化線性回歸 求解起來很方便嗎 欸那你發現這個L function 它本身就是一個線性回歸不是嗎 那 他是不是也可以用矩陣化方式 來進行描述 那如果我用矩陣化方式來進行描述的話 那這個 我只要能夠擴增 因為他 L 我就不能輸入一個X矩陣 跟一個W矩陣 然後把它乘出來的結果 如果這個X 它的長度一定是固定的啦 X的長度一定是固定的 你有幾個input 那就是幾個嘛對不對 可是 如果你X是1 就是假設有一個人 一個人 然後有10個參數 你的WD如果是10個參數 你這邊如果只有1 那他就輸出1嘛對不對 你這邊如果100 那他是不是就輸出100個數字了 可以接受吧 所以如果我把 4值換成矩陣4 我的神經元數目是不是要多少就有多少 超級方便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我的神經元數目在這裡啊 我如果 這個現在我把這樣的一個 神經網路 把它轉換成矩陣4了以後 我們發現 這個 W矩陣的Number of column 就直接代表了有幾個神經元 這樣可以接受嗎 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話 不能接受也沒有辦法啦 好不好 你等一下我們就是 我們事實上 實際上就是這個樣子啊 如果不能接受再回去想想 好那 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把L的部分 換成一個矩陣4 換成一個矩陣4的好處 就在於 我們現在 可以很輕易的 這個L 矩陣4 求偏導函數 就只是把X把它T 就是轉轉字過來而已 這個非常簡單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那我們的式子就改成這個樣子了 那現在這個D 現在這個D是我控制的 D等於10 就代表10個神經元 這個D是dimension 就是我現在在跟大家講的是 這個Number column 這個1到2 然後到D 這樣可以接受吧 有幾個dimension 如果等一下輸入一個參數 這個D是10 那代表我用10個神經元的 多層感知機 然後去做運算 如果輸入的是100 那就是100個神經元的多層感知機 做運算 這樣可以了解吧 那他不是要多複雜就有多複雜嗎 這樣可以接受吧 有沒有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可以擬合任意函數的那個感覺 這樣可以接受 我們來看一下 接著 好那接著 一樣我們一樣還是要解這個偏回分 那這樣子 這個式子 因為我們剛剛解過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這個 導含這個東西的偏導含數 他其實沒有想中那麼困難 首先 我們要先求出Gradient O 就是O的T度 那O的T度蠻好求的嘛 就是標準 這個標準式嘛對不對 對不對 接著我們要求出L2的T度 L2的T度 相當的 有這個就是用連鎖率 相當的用 L2是這個東西嘛對不對 L2是這個東西 那就是我要過一個 Sigmoid function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這樣子 L2的Gradient就是 Gradient O 在乘上L2 對O 對O求L2的微分 那O是Sigmoid function 就是這個 那就是自己乘上E-自己對不對 O乘上E-O 所以下面被約掉了 剩下O-Y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這個你求出來之後 W的T度 那也不會很難求啊 那就是 L2的T度 繼續往下 求偏導含數 對L2 求 W21的T度 欸 他就變成長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接受吧 再來 對H 求H的T度 那一樣 求到L2之後 對L2 求H1的T度 這樣可以接受 欸 就抽出來了 這樣可以吧 好以此類推下去 如果你熟悉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東西連鎖率真的是很好用 這個真的是非常有規律 就是你可能只要會解一個 剩下你通都會解 對不對 那 其實我在求T度的時候 我就把 反向傳播法 我就是把 從 四值的最外層 一層一層的把它撥進去 那撥到最後 我每一個的T度都求出來了 我們的關鍵T度是什麼 關鍵T度是W21 跟W1D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這兩個是我們的關鍵T度 我們要做T度下降法的時候 關鍵是用這兩個T度 那只是說 如果你想要求W1D的話 你需要有W L1的T度 那L1的T度 又需要有H1的T度 那L1的T度 又需要有L2的T度 L2的T度 跟O的T度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你每一個的T度都求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 W1 跟W2 它的T度其實是很容易可以求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這個是 這樣的這個式子是不是 可擴展性已經非常非常強了 如果你了解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練習2的部分 我們希望你做到什麼事情 來 這個 T度下降法剛剛的練習1 練習1 你不要用練習1的答案2 請你用練習1的答案1 這就是T度下降法標準流程 對不對 那現在 我現在變成我想要求 我想要我現在一樣我把所有的 Gradient的Function都已經求出來 我希望我可以求 W1跟W2跟W1的 就是的結果 那我希望用T度下降法去求 那如果你如果你 做到這件事之後 你可以做一個實驗 你把D改大 你剛剛D等於2的時候 D等於2的時候就跟剛剛一樣 對不對 你只能夠畫出一條 這樣的分割線 那如果D等於10 或者你瘋狂一點 D等於100 你不要D等於1萬好不好 你的電腦應該撐不住 這樣可以嗎 你們都用學校的電腦 D等於1萬大概是非常困難 可是D只要超過100 學校的電腦可能就會非常困難 所以我們現在提出的曲證是 我們只是告訴你理論上 在理論上 他可以逼近任意函數 可是實際上 他能夠逼近到什麼程度 還是取決於你的算力啊 這個 然後還有你的Data量的多寡 之類的 好不好 那所以請你 試著用T度下降法 來做一下練習2 如果你真的覺得練習2 非常非常困難 就是 講真的 因為之後我們是用套件 所以你可以直接貼練習2的答案 那我們這裡給大家 10到15分鐘的時間 包括就是複習一下前面 那些講過的地方啊 不然等一下我們就要開始用套件啊 大家感動程度就會不足了 好不好 好那 這一題啊 就是 基本上 呃 你要會做的話 也沒有那麼難啊 就是用T度下降法做 好不過我想 我最想在這裡給大家看的 並不是 那個怎麼 就是並不是說 真的是要會寫說要怎麼解 我把這個就是 呃 我把他寫成一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啊 你只要 你只要在這裡 輸入 Number of Hidden 這個Number of Hidden 就是你有幾個神經元的意思 如果你現在給他兩個神經元 那他做出來的結果就會跟之前一模一樣 這個 這個非常正常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就是兩個神經元的結果 對不對 好 如果你慢慢的給他多一點 就要給他三個神經元 你有沒有發現他多了一個轉折 對吧 可以接受啊 那四個神經元 又多了一個轉折 那一百個神 十個神經元好了 那你有沒有發現他 轉得越來越好 對不對 好一百個神經元 他跑了有點久對不對 沒有關係 來我們看一下 他是不是變得更好了 那你發現了什麼 就是 原來只要我有 我的這個柿子啊 原來他只要足夠的複雜 他畫出來這個就會越來越接近真的圓 對不對 你大概可以想像 就是轉折片段越來越多 他看起來就會非常非常像圓 對不對 這是不是已經非常像 我剛剛講的那個 現在隨便丟一堆紅球跟籃球給你 你叫個小朋友去畫一個分割邊界 那他非常輕鬆就可以畫出來了 對不對 好現在不需要什麼太複雜數學基礎 實際上我們的大腦就是這麼的棒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 去demo這個方法 只是想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 在之前 在這節課以前 你學到的工具都是線性預測 你都只能做 你可能會彈性網路 彈性網路非一整包 可以去做很好的線性預測 但是問題是 我們在方程式的 右手邊 也就是在這個部分 在這個部分 我們一直以來用的都是一樣的 對不對 那現在你會改右邊了 對不對 現在你會改右邊啊 你可以把它改成就是 很多個邏輯思惠規的組合 對不對 那左邊 左邊之後再說嘛 左邊反正 那個該用這個 該做存活分析的時候 我就用 Cox Proportional Hard Model 對不對 該用這個 這個就是 多分類任務的時候 我就用Softmax Function Regression 的左邊嘛 對不對 所以我的右手邊 是不是現在變化都非常大了 我是不是相當於這個 神經網路 相當於是一個 彈性網路的加強版 這樣可以了解吧 他加強在哪裡呢 他又是一個更進一步的擴展 對不對 我本來 彈性網路就已經是很多 統計方法的擴展了 然後 加上正則畫像 在這裡 我今天當然是都沒有加正則畫像 但要加正則畫像很難嗎 好像也不會很難對不對 我覺得在做T度下降的時候 我每一次都在多減掉一個 讓打乘上自己 對吧 乘上自己的參數 這個真的不會很難 所以 多層感之機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視為一個 彈性網路的廣泛擴展 又更大程度的擴展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這樣可以 所以我們 學的東西都是這樣子 一層一層往上擴展 那 到現在為止 你已經跟上了1986年的知識了 好不好 你們是覺得還有非常遙遠的感覺嗎 好 沒有關係啦 好不好 你們如果要追上 這個2016年以後 就是 大概 現代神經網路大概到這個 就現代的什麼深度學習啊 他可能大部分是 他當然基礎是這個東西 1982年這個東西 但是他後面又經過了非常多年的這個進展 所以在數學上啊什麼都有非常多的改變 那這個我們會在這個 反正就是我們會在下學期的課程講 如果你還有興趣 就到這邊為止你還覺得 還不會太難 應該不可能不會覺得很難啦 好不好 就如果你覺得 欸這個還有興趣 你想繼續搞 你想做更厲害的這個預測任務 主要說你想做圖像的預測任務 那你可能就必須還要再往下學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基本上我們這個學期的課程 都是盡可能的使用套件嘛對不對 我們盡可能的使用套件的話 我們現在就要教大家 剛剛這麼複雜的方程式 如果我要套件來做的話 我要怎麼做 好不好 我需要使用到一個套件叫n.net 這個n就是neural network 神經網路 這樣可以了解吧 n.net這個函數 這個套件 好 library 它之後你要先安裝啊 好不好 這個安裝套件我們就不交了 因為這節課我們一天到晚在用套件嘛 n.net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注意今天這件事情 這個n.net這個套件 它畢竟是別人寫的嘛對不對 所以它只能夠做 線線預測 二元分類跟多元分類 它沒有辦法做 存活分析喔 你會說 欸剛剛我不是說 這個 neural network是 彈性網路的擴展嗎 那為什麼它不能做存活分析 好我跟你們講 這就只是單純的這個套件 沒有提供這個功能而已 實際上 你要親手寫當然是沒有問題 這樣懂我意思吧 工具就在那裡啦 梯度下量法給你啦 對不對 這些 你要做出來應該是不會太難 你如果真的很想做的話 下個學期的話 我們會再好好 就是下個學期如果你還想上課的話 我們會再好好講一下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 反正你就知道 用套件就是有一些限制啊 你資料改成它的樣子啊 然後這個 欸這個就是 你的這個 呃 有一些功能就是受限的啊 因為它可能 它可能不會寫 或者它不想用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想要做 用性別跟年齡去預測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套件要怎麼用 首先 你要先把Gender變成一個Factor 注意 類別變數就要變 就要把它 變 它如果是文字格式 它是沒有辦法做運算 好然後 然後 在Network的左邊 先輸入它的Formula 你不需要為它加上 這個什麼 這個什麼 AGE成語 這個Gender 或者它二四方向之類的 你不需要加喔 因為它畢竟就是一個 Neural Network 所以它自己會去加 你只要在這裡寫上 用這兩個變數去預測它就好了 Data等於Subdata Size等於5 Size的意思是 Number of Hidden 就我剛剛的Number of Hidden 我們現在看它的套件說明 Size The number of units in the hidden layer 所以這是不是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東西 好你現在 為什麼我老是 每一次我教一個新方法的時候 我都是要先推倒一次 然後再給你們用套件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我一開始用套件的時候 跟你講Size是什麼 你連講都不知道 你連是什麼都不知道 對不對 連這個參數要調大還調小 它的效果是什麼都不知道 現在你知道了吧 它是Number of Hidden 所以你要它複雜度高一點 你就要數字調大一點 這樣可以吧 好接著 Data Data這個當然很簡單 再來一個 Max IT Max IT 我們來找一下 Max IT Maxima number of iterations Default 100 這顯然就是T度下降法要做幾次 對不對 這樣可以啊 你這樣完全知道為什麼我們要先做原理了吧 這個就是T度下降法的參數 所以這個數字 你需不需要去調整它 不太需要喔 你就給它一個很大的數字就對了 你不太可能需要調整它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你只要算力夠 你就是給它一個1萬 或給它一個10萬 這樣就可以了 好接下來 LIN OUT LIN OUT 我們來看一下LINOUT 是什麼 它是LINEAR OUTPUT嗎 還是Logistic OUTPUT 好 顯然它是LINEAR OUTPUT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說 我必須打TRUE 好 DECAY DECAY是什麼 DECAY聽起來很像那個鎮哲話係數對不對 來我們來看一下 PAROMETTERS FOR WEIGHT DECAY 原來是上節就是客交的玩意 這樣可以吧 L2正的畫像係數 再來 TRACE 等於FALSE 我們來看TRACE是什麼東西 好 TRACE是什麼東西 TRACE 好 你要不要去把那個 那個優化軌跡present出來 剛剛我在畫圖的時候 我右邊是不是有這個東西 其實不需要啦 好不好 我們只要答案就好 好 你這樣做完之後 你就會得到一個FIT 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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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一下 怎麼會是長這負責性 我來算一下 3乘以5 15 15再加 6 21 17181922 原來他沒有把他改成矩陣的格式 他是把他全部壓在一起輸出 我是覺得這樣子 這樣子蠻不好看的 不過他反正就是這樣的結果 好吧算了反正他就把他壓成這個樣子那我也不想管好不好這個 他就他就把他搞成這個樣子好 那你要用他去predict這其實也是很簡單的事就用predict這個函數啊 一樣嘛你model在這裡 predict model然後加上data 你就可以得到你的predict value 這就是你的predict value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就是你的predict value 如果你要做 連續變相預測就請你用這個方法 二元分類勒來一樣我們來做個示範 你看 其實非常多地方是很像的只差在 linear output 變成你就不用改他改成entropy entropy看就知道 我就懶得就看套件說明了 這一看就知道是要用close entropy當優化 對不對 好然後 transforce 剩下都一樣 好這樣子一樣 wrong 你一樣可以得到一個 neural network 然後跟 predict出來的結果 這predict出來的結果他鐵定是介於0到1之間的 好接著 如果是多分類勒 多分類就請你這樣做來 多分類就是你什麼東西都不用 你什麼東西都不用改他就會多分類任務就會出來 好我們來看一下多分類任務的model 看到啦 2乘5乘3為什麼是乘3 因為 你的output是三個類別 所以是output是三個神經元這樣可以吧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predict value 看到了吧 加起來是100% 這個就是我們 之前在用softmax的時候 標準的output格式 這樣可以接受吧 你如果到這裡為止你就覺得 他的output 你是很容易可以預期的 那基本上你就成功了 我們之前的教學就有意義了 你至少知道說 你對你中間的過程 怎麼求解的 你可能不了解 但是問題是你對他的output 長什麼樣子你就清楚了 對不對 對他有哪些參數你也清楚了 這樣都有意思吧 所以如果 對於neural network 你想要調整他的參數 按照我們上一節課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顯然就是decay這個部分我們要好好調整 對不對 因為decay就是正則化相的係數 上一節課我們發現 好好調他 準確度會大幅上升 對不對 那第二個 size 是我們除了 ElectiveNet之後 我們多出來的一個參數 這個參數越多 他就越複雜 對不對 越複雜就有可能越準確 注意是有可能 好不好 你還是得去 做一個 調整 你才知道最適合的是什麼 好我們現在要做 做練習啦 一樣 Data分成三份 Training Radation 跟Test 用Radation 找參數 用Radation找參數 用Training訓練 再Test做最後的 Final的 Present 好注意一件事情 我們想要用 所有的參數去預測假禮子的濃度 我們想要預測假禮子的濃度 這樣可以吧 好然後除了我們要預測假禮子的濃度以外 我還想跟大家講 我們今天要比較的東西是什麼勒 我們 線性模型就是ElectiveNet 對吧 然後那個 就是非線性模型就是 Neural Network 對吧 我們重點 今天的比較是 非線性模型是不是真的比線性模型更好 好你們基本上你們大概可以有這樣的一個預期 非線性模型包含了線性模型 所以線性模型的極限 應該就應該也包含在 非線性模型裡面 所以非線性模型理論上應該更好對不對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因為 非線性模型包含的線性模型 你的Neural 數目等於1的時候那他不就是個線性模型 所以我們試著 來做一下這個任務好不好 我們來看看 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得很好 我們現在 把時間給大家 練習一下這個題目你是 一定要會做的好不好 你如果不會做你看練習的答案 希望你可以做出來 好我想就是要做出這個 就是彈性網路 這個也許你還不是非常熟悉啦 因為我們還沒有到期末 我們期末會有一個練習 要讓大家一定要做對不對 對不對 那所以說現在你對各個模型的這個 就是要怎麼去 產生 Predict 這個都還非常困難 那所以說啊這個我們 我們現在就是單純就是demo說 我們先把model變 我們先把 這個 那個我們要做ElexingNet的時候 一定是用GLANet這個model 然後我們alpha是0.5 這個alpha是什麼大家還記得嗎 就是 L1正的畫跟L2正的畫比例 這樣可以吧 好然後 這個 然後這個 那個 Landa我們要自己找 讓他自己找 所以我們用cv GLMNet 然後我們找到Landa做Predition之後 我們得到一個答案 前面忘記貼了 我們 好我們最後會有個答案 好那最後就有個答案這個 相關係數是 0.333 這是在Validation上的結果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用neural network勒 好作為我下的參數 Size是100代表是這個100個 那個 就是100個神經元嘛對不對 然後我MAX IT 我100好像少了點 我給500好了 好不好這個 我們再做一下 他要做一陣子對不對 因為那個優化過程是久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你這個數字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開玩笑亂調 好不好 這真的會是 這真的會是非常非常久了 好不好 這樣我的電腦都還等那麼久 這樣有點受不了 頂多就5倍的時間吧 沒有這麼扯吧 對不對 好了好了算了 我們現在 我就 我就不去把那個 我就不去等他算完了 好不好 我們直接看結果 真的是很久 結果是 0.31 你發現了比較差對不對 比較差的原因是什麼 比較差的原因是這個樣子 你可以把它想成這個樣子 非線性模型自然是比線性模型來的 範圍更大 理論準確度應該越高 但很可惜 他是怎麼去運作 他是根據這些點 去畫線對不對 如果這些點 樣本很少 或者是 他剛好有一些Noise 他線是不是就會畫得不好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 來我問一下 藍點跟紅點 你如果想要把它分開 你會畫綠線還是黑線 綠線是完美分割喔 綠線是完美分割 那你會畫綠線還是黑線 你可能會覺得他可能 是有一些BIOS的 他可能有一些點就是 就是錯了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說 其實綠線也不見得比較差對不對 所以簡單有時候並不是不好 所以非線性模型最大的缺點 就是他的上線 比線性 就是他的準確度有可能比線性模型高一點 但他的下線可以非常差 就是 他真的要 真的要很爛可以非常非常爛 這樣懂我意思吧 因為他可以畫出 Y7扭87型怪狀的線 所以 線性有時候你如果做 你看我現在給500的時候 他做出來的相關係數 是比較低的對不對 比我剛剛 比我100的還要低對吧 好 那但是如果 如果 可是我跟你講 非線 那是在validation上 這個樣子 如果你在training data上面 你會發現 training data 那個 ElexiNet給的相關係數是0.37 如果是 神經網路呢 可以給到0.57 所以他真的沒有在training data上預測的不準 只是說 他沒有辦法很好的去分辨 training data裡面哪些是Noise 哪些不是Noise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 調參數是很重要的 你們懂嗎 那Decay的數字啊 Decay的數字如果高 他大概就不太可能畫出太複雜的邊界 對不對 因為那個Decay是那個L2真德化的那個參數嘛對不對 他如果很高 大部分的數字都不會離開0 他怎麼畫出複雜的邊界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所以說 你現在發現了什麼 如原來啊 我們多學了這麼多方法 他其實準確度 他準確度的提升 是要用眾多的實驗 去把他換來 我需要去調非常多的參數 因為這些模型實在是越來越複雜 我昨天 我上個禮拜 交了多一個參數 浪打 就是這個 Decay的這個參數嘛對不對 那我今天 似乎又多了一個參數 就是size對不對 那明天還會再多 下個禮拜還會再多更多啊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這一節 我們 資料科學的這個就是繼續學習的這個模型 這本質上啊 就是我們了解這個模型之後 接著就是調參數大賽 就看誰參數比較會調 那調的 調的比較厲害 你最後的成績就會比較高一點 大概 最初階的 你對這個機器學習的理解到這裡 我覺得就非常好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其實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這個多層感知機 他是有辦法 Neuronetwork 他是可以拿來做存活分析的 只是套件沒有提供 那我們很多東西我們必須 我們不可能說 就是 我們這一節課 這門課的重點就是讓你使用套件 所以我們也不可能說 就是 什麼都教原理 這樣你根本就不會用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接受這個套件的限制 好那你要知道這件事情 隨著你的 市值越來越複雜 你一定會遇到更多 過度擬合的問題 所謂的過度擬合 就是說 這樣 我們找出來的分割邊界 非常複雜 實在是太複雜 導致我們 誤認了很多Noise 是具有information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他的標準表現 就是在Training Set有很高的Performance 但在 Radiating Set跟Test Set上面 Performance就差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Radiating Set的 重要性是不是就越來越高了 我必須要做一個很好的Model的選擇 超參數的調整 讓我選到一個最佳的 模型 然後最後把應用在Test Set上面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 那你們現在有沒有又注意到一件事情 非線性模型他很強大 可是他需要的算力是不是很高 那線性模型 他是要算力很低 所以他調起參數來也蠻容易的 所以我跟你們講喔 所以實際上 你們在 Paper上面 非常有可能 經常 最後是線性模型勝出 雖然我們不知道X跟Y是什麼關係 但線性模型反而 也不會給一個太差的結果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但是到這裡為止 至少你掌握了非線性模型的工具 對不對 你終於可以 你現在 以後有人問你說 你為什麼要用線性模型 你可以跟大家講說 我比調過非線性模型 他沒有比較好 對不對 或者我算力不足夠 在非線性模型裡面找到一個最好的非線性模型 你去Present他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我想今天這節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擴展 大家可以再花一些時間在看一下 如果到這裡 你都覺得 非常的愉快 非常聽得懂 對不對 如果是一學系 一年級的 二年級上好像 要調課程比較困難 那你在 找時間 再跟我聯絡一下 那個我網站上有我的信箱 要寫信也可以 或者是下課之後找我 好不好 因為這個要調 這個課程的時間 也不是那麼容易 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Dyla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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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